告诉他们,今天会议全部取消,我今天不去公司了。 飞昂,会议还是照常进行吧。 你们总裁会准时到的。 拜拜。 司宸。 希希。 是我打扰到你们了吗? 你怎么来了? 我是来找希希的。 对不起啊,希希。 上次那个专访,让你备受攻击,都是我的问题。 我也没想到,会让你受到那么大伤害。 你可以原谅我吗? 算了,算了。 反正,过去就让它过去吧。 但是,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。 你放心,我一定会尽我所能,把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的。 快。 那我就先走了。 我回去就让他们立刻发稿道歉。 谢谢你啊,希希。 没事。 你刚才在看我干嘛啊。 喂,飞扬。 告诉他们,今天会议全部取消。 我今天不去公司了。 飞扬。 会议还是照常进行吧。 你们总裁会准时到的。 拜拜。 咯。 顾兮兮。 你现在当着我的面,都敢先斩后奏了。 这怎么算是先斩后奏呢? 你作为一个总裁,怎么可以说翘班就翘班呢? 我在帮你维护总裁的形象。 那作为你的老公,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待着。 哦。 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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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呢,我已经答应飞扬了呀。 你要是不去,那不就怪我吗? 你放心,我会乖乖在店里的。 等你回来。 好啦,快去吧。 。 你并不是乖乖的吗? 嗯。 你放心吧。 你 你有没有发现 尹总今天怪怪的 今天上午 艾米拿错了文件 尹总竟然没有怪他 这放在以前根本不可能 尹总好 辛苦 对吧 没有这种感觉 尹总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 现在就谁都需要细细的 等一下 细细 什么细细 你们两个是细细的朋友吗 细细 不认识 你这套衣服是在细细买的吗 是的 尹总 眼光不错 这个月奖金你们俩搭不 好 好 好 这下午 你还没了 你还没了 我忍不住 你还没了 你还没了